演讲 干啥呢 做什么预言家呢 复习功课呗 啥 说认字 种何谓识榜 我妈说了 这次清闻要是考过你 带我去香港玩 真不卷了嘛 不行 为了我的笔记文电脑 纳纳 太好了 太好了 歇会儿吧 儿子 早晨跑跑步可真舒服 妈妈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每天跑完步之后 非得不累 而且还精神得水 你终于发现运动的好处了 但是 妈妈 我觉得晨跑有一点累 能循序渐进吗 你知道妈妈为什么 每天让你陪我跑步吗 因为我老低着头看书 你怕我眼睛变坏 这是一方面啊 还有一方面呢 就是妈妈每天都直播 坐在凳子上 很长时间不运动 那跑步对于妈妈来说的话 也是一种锻炼呀 对了 我妈也平时老坐着嘛 那你愿意每天陪妈妈跑吗 我愿意 每天我们一起去晨跑好不好 还是我儿子知道疼我呀 那现在还有一点时间 我们比比 谁先到达终点 可以 预备 好吗 这是 起来了吗 郭宝 妈 孩子 今天是发生了什么情况啊 这么早就自己起来 还把小书包收拾好了 他自己上的闹钟 起来就把衣服穿好了 看来你是真的喜欢 跟唐头哥哥一起上学啊 爸爸 我整完了 我先去上个厕所 那我就走喽 臭老哥 你给我掉厕所了 你催什么催 我便秘 娃娃哥哥 在厕所的时间开场了 哥哥上个厕所 你都这么着急啊 你还不出来呢 想让人演BS呀 真烦人 拉个屎都不拉个屎 去 好臭呀 饿人是臭 唉啦 不啦 哥哥 鸡蛋 我可以只吃蛋清吗 当然可以 那你知道鸡蛋孵化 会变成什么样子吗 嗯 是小鸡啊 那你知道蛋清和蛋黄 分别是小鸡的什么部位吗 不知道 蛋清是小鸡的毛 蛋黄是小鸡的肉 你吃了那么多蛋清 就相当于吃了一嘴毛 鸡毛 对啊 你看刘国宝那么壮 你那么瘦 就是因为人家吃的都是肉 那我也吃肉 这不就对了吗 好 明天我再给你科普 青椒的好处 好 我吃完了 好 你吃你了 看你这吃 唐灯哥来啊 爸爸你快点 唐灯哥说就等一分钟 当容急啊 爸爸还没吃完饭吗 你拿个玉米 边走边吃呗 我不爱吃玉米 不想吃了就赶紧走吧 别迟到了 记得带上水杯和小妈妈啊 到了 妈 你妹都走了 你还不快点 我拿我的身体说事呢 然后呢 现在特别积极 每天早上起来 主动喊着我去锻炼呢 盲豆是懂事 真的 用十五管厨一这招真好事 厨一他现在谁的话都不听 就听他哥的 现在挑食的忙更改装了 青椒还是不吃 鸡蛋和胡萝卜 我已经不排斥了呀 你不要太着急 知足知足慢慢来啊 我们这果宁啊 这一周也有进步了 这李老师说了 这一周啊 学习成绩稳步上升 而且那大白妈妈 以寒假旅游作为诱饵啊 这大白现在也是 努力刻骨地学习 这俩小子不凑一块起哄吗 就消停多了 而且这一周果宁没被罚站 也没请家长 进步 太好了 看来啊 咱们这个办法是奏效了 还是刘老师这个 见招拆招的主意好 管兄啊 管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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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叔阿姨 你们吃水果 谢谢叔 谢谢 懂事了 叔叔怎么没回学校去啊 为了他妹妹出家里了 好孩子 叔叔阿姨 我能给你们提个意见吗 小孩给大人提什么意见 十五这意见必须得听 听 爸 听爷 刘叔 唐阿姨 你们老叫我们小孩 改我们自己的毛病 你们大人不应该改一改吗 比如刘叔 您的强迫症 我爸的教育方式就别提了 除了吼就是吼 听爷 您一遇到事就慌张 阿姨 你就是太放要你的孩子 但也算好的了 你们大人不应该改改 你们自己的毛病吗 改 必须得改 甭管大人小孩 是毛病就得改 改 十五 给你相两个事呗 好 你看咱俩 岁数也差不多大 对不对 以后叫姐姐 这叫毛病 改 改 你改了你 叫姐姐 这么难还不睡 想跟你说声晚安 我按你教的说了他们 我爸也保证 会改他的毛病 嗯 那就好 太晚了 睡吧 我爱你 我也爱你 晚安 我爱你 怎么了 十五的可能 早恋了 我自己儿子的房间 我进怎么了 这家都是我的 我进谁的房间不行啊 我怕什么 进 你 你干嘛 你吓我一跳 你干嘛了 我没干嘛 你没干嘛 你拿上电脑干嘛 我自己儿子电脑 我看不行啊 我得知道他每天 跟谁聊得那么暧昧啊 你要让十五知道 你拿他电脑 他肯定要给你翻脸的 对 赶紧查 这密码是多少啊 我怎么知道啊 那没密码我怎么查啊 你试试生日 你试试生日 今年日 什么今年日 你跟你前妻的纪念日 那我哪儿记得住啊 我试试 应该是这 手机了吗 我的还是他的 我他的 他的 是 我就说我儿子的智商 没你这么低吧 你这看什么呀 赶紧帮我把这个锁给解开啊 这是你电脑啊 这怎么不是我电脑啊 你赶紧弄 那你怎么会忘了密码呢 不是 这该不会是你顺的吧 不是 你看我这样的 我像顺电脑了吧 是 你这样的人我见多了 可话说回来了 那你密码忘了 他应该有密码提示问题吧 这个你也忘了 老板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是我儿子的电脑 我发现他最近有点早恋的迹象 我就不想查查吗 我跟你说啊 大哥 不瞒你说 我们家儿子今天上初三 老师给我打电话 说我们家儿子也早恋了 对 你让我管管 你说 打也不是 骂也不是 真老头 这可怜天下父母性 行了 好了 好了 大门都锁好了没有 锁了 不是 它有密码 内部反锁 那行 行不行 我来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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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码你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了 用的是我以前的QQ号 那我也知道 你要看跟谁的聊天记录啊 什么什么月亮 十五的月亮 是有点儿暧昧啊 昨天晚上我梦见你了 那当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只要一跟你聊天 就会一扫阴霾 我多想现在就去到你身边 和你在 老杨 根据我多年的经验 十五应该是早恋了 不用得年的经验 这就是早恋了 那臭小子 魅力不输我当年 你能不能有个当爹的样啊 不是他现在这么想 就是怕他有点学习啊 你就不能让我这个当爹的 小小的庆幸这么一下 那你现在庆幸完了吗 现在怎么办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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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乐迪就是我男朋友 真的假的 他亲口承认的 他跟我说 他要做我男朋友 你就答应了 对呀 我就答应了 可你不是说你喜欢马子恒吗 什么 啊 陶金丁 你说你喜欢糖豆哥哥 一开始似的 可我后来又问了马子恒愿不愿意 他说不愿意 然后徐乐迪就说他愿意做我男朋友 然后我就答应了 变得好快哟 陶金丁 那你为什么又叫我们帮你一块教学肖家瑞呀 对呀 谁叫他老师欺负许乐迪 欺负我男朋友 又不行 那许乐迪干嘛自己不去打啊 他打不过嘛 回头你们帮忙 咱们一起收拾肖家瑞 打架这种事 还是找男生吧 咱小鬼 哎 水锅宝 你跟江飞虎那么好 下次肖家瑞要再欺负许乐迪 你就叫江飞虎去帮我收拾肖家瑞 我才不管呢 他又不是我男朋友 不用 我们是朋友 你就帮帮忙嘛 下次我请你吃好吃的 不用了